台湾在防疫工作上 幸好国内同胞一起努力 我们守住第一关 但很多因为全世界这样的疫情紧急 产业受冲急 所以我们不但要防疫 还要纾困 还要振兴 因此我们原来 特别预算 都是针对整个当时只有中国的疫情 现在是全球的疫情 所以预算是必要增加 而我们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 所以我们准备用一兆零五百亿的预算 一兆救台湾 让大家渡难关 我在上礼拜六礼拜天 跟我们六大内需型服务业座谈下来 大家关心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希望在员工的薪资方面 希望能够政府来协助 第二个在所谓房资的资金的营业费用方面 希望政府来协助 那也提出水电费的部分 那这些我们这一次也都把它纳入进来 比如说这一个企业主能够 他受创50%以后 然后他提出维持八成新的话 那政府来补制市城的薪水 让这一个企业主能够来度过难关 让我们的员工能够有就业的机会